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情商就是管理情绪的能力 能够把握自己的情绪 并且辨识对方的情绪 以及给出必要的反馈 那么以下七点 当你拥有这样的特点时 表明你的情商不错哦 第一 能够察觉气氛 既然说到了情商包括辨别对方的情绪 那么高情商的人 他们对于气氛的感觉往往更敏感一些 例如 我们通过观察一个人的面部表情 或者对方的肢体动作 就能够体会到 他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中 是开心 难过 不想理你等等 这在男女关系中就十分明显 我们说一个男孩子会谈恋爱 恰是因为他有着对于女生 这些小情绪敏锐的嗅觉 能够及时发觉女孩子的心理气氛 并第一时间给出回复 比方说他生气了 那么他会不由地降低音量 以及结束话题 会垂下眼皮 眉头渐渐锁起来 这些都是氛围在悄然转变的信号 就是在提醒你该哄他了 最怕这些不识趣的人 还在这种时刻沉浸在自我世界里 而对眼前发生的一切 未曾察觉 只有把握住气氛 才能给出对应的相处方式和方法 才能继续进一步地沟通交流 第二 对他人的感受和想法感兴趣 所谓感兴趣 说的是一种了解欲 和保护二人当下所处关系的自觉和手段 比如说一句简单的 你在干嘛 或者你在想什么 都是感兴趣的体现 只有了解到你在想什么 才能帮助我得知自己该做什么 那些高情上的人 他们在觉察出气氛的波动之后 会主动采取使局面得以好转的措施 所以说 这种兴趣本身 也是一种关注和善良 就像斯托茨说的 我的思维比较单一 只想和那些 愿意关注我的感受的人做朋友 当你发现 自己也逐渐地开始 关心他人在想什么的时候 这就是情商在提高的体现 你学会了去理解对方 去体谅对方 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只有对他人的感受和想法感兴趣 当下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人类关系 才有可能趋向平和和全面地稳定 第三 心理成熟力强 有句话叫 谁不是一边在偷偷哭泣 一边在用力地和这个世界 和平相处呢 不如意识长八九 可与人言五二三 没有谁的人生 一定是一帆风顺的 也不是所有的困境 都有人与你共同面对 孤单和落寞 常常是我们人生的底色 重要的是 那些眼泪抹去之后 我们依然拥有微笑的勇气 那些困境走出之后 我们始终不是拥抱生活的信心 因此 对于高情上的人来说 一个强大的内心 是必不可少的 他们的眼光 往往放置于 更遥远的未来 更辽阔的天地 而对当下的一些难事坏事 能够保持更乐观的态度 敢于面对问题 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第四 知道自己哪里需要改善 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 同样意味着 能够接受全部的自己 那么人无完人 对于高情上的人来说 他们清楚 自己哪里需要改善 能够挖掘出自己的问题 并且积极面对 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生命就是不断地 把牌发到你的手里 那么对于这些牌 你能从中发现 自己的取胜之药 什么时机出什么样的牌 这是最重要的 成功的人士 不是他们手里的牌有多好 而是他们能把坏牌打好 所以要知道自己的问题 然后去不断改善 不断进步 这是情商最重要的作用 第五 了解自己的情绪 文章开头就说了 情商就是管理情绪的能力 那么了解自己的情绪 对于提升情商来说 尤为重要 举个例子 低情商的人会更喜欢抱怨 因为他们总觉得 生活中的不如意 都来自于别人 而从不对自己的 所作所为进行反思 但高情商的人 他们能够主动地 分析自己的情绪 是什么 来自哪里 怎么改善 在这个自我反思的过程中 从而寻找到 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些情绪之中 包括好的坏的 并不是说 好情绪 一定比坏情绪有用 不是的 坏情绪的产生 将更利于我们进步 因为不断地改掉坏情绪 才能迎来好的情绪 不要怕自己的表现糟糕 那些不足之处 其实正是我们进步的空间所在 第六 能够避免自怨自意 我们很少会夸 一个看低自己的人的情商高 为什么 因为责怪自己 轻视自己 看不起自己 这种心态 是不利于解决问题本身的 真正高情商的人 他们在问题产生之后 哪怕是自己的错误 也不会轻易否定自己 而是从容地 从其中去挖掘问题 找出有用的经验教训 挫折和失败 带给他们的是 更加积极乐观的心态 只有这样 才能避免问题的再次发生 出了问题 就觉得自己无能 那真的会导致自己 越来越无能的 相信自己 每个人 都是与众不同的存在 也都有着各自的优势能力 一样有着各自光明的前途 和有用之处 别在别人忽视你之前 先把自己藏了起来 做强大的人 从避免自怨自艺开始 未来 在他到来之前 正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第七 追求成功 最后我想说 情商高的人 他们都有着 追求成功的决心和信心 他们从不畏惧挫折 面对全部挑战 勇往无前 他们敢去拼搏 去开拓 去遇见 更加广阔的天地 他们会说 成功 终将属于我们 当然 他们始终走在 追求成功的路上 可能有人会说 这不是个适合 谈梦想 理想的时代 因为种种压力 会让你的所有向往 看上去 那么遥不可及 但就像那句经典台词 所说的一样 人若没有梦想 那跟咸鱼 又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 远大的梦想 坚定的目标 和不撞南墙 不回头的毅力 这是成功的 必备条件 哪怕结局 并不是我们 所期待的那样 只要这一路的风景 就足够我们 品味余生了 好了 文章分享完了 对照这七个迹象 你的情商 是不是也很高呢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 更好的读者 我是彦坤 再见